高雄地漲房變貴 地上泉宅年銷200戶 洗手購 今年高雄地價提高 連帶影響建案開價 新入大樓單價拉高1到2萬 精華區甚至出現三字頭 手購宅 掌聲響起讓手購壓力破表 不少民眾轉向選購地上泉宅 會接種買地上泉宅 地上泉案子 是我們一般人比較負擔得起的 所有泉的價格 相對於地上泉來比較的話 我覺得地上泉還是有相當的優勢 差了大概三成左右 民眾置產地上泉宅後 沒有土地所有泉 只有房屋使用泉 但是房價是所有泉宅的6到7折 用便宜房價住進市區 是地上泉宅最大競爭優勢 土地一個上下 人力成本一個高漲 都省向延浪 預期下方的房價向 退後表賞兩成 許多指標件上都透露 未來房價勢必回不去 所以像光華商場周邊 動輒兩字頭墨甚至三字頭房價 但同區位的大樓城屋案國陽時代 美瓶僅17萬元起 對手購可是深具吸引力 光去年就賣出約200戶 地上泉 因為沒有土地的這個成本壓力的情況之下 房屋的售價就會相對非常的平易近人 另外也是平易近人的合體世界 每瓶開價16-19萬 至今簽約達350戶 跟周邊的這個相關的存屋 大概有將近5成到6成的一個價格上的差距 合體世界與周邊所有全新屋 價差可超過10萬元 在房價持續被定高的情況下 地上泉宅將翻轉購物思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